J.K. 柏林创造哈利波特的想法是在一辆从南车斯特开往伦敦的火车上 而他从那时期就开始构思哈利波特的世界观和角色 他之所以给哈利波特起名为哈利 是因为他的英国出版商建议他使用一个容易记忆的名字 哈利实际上是罗林母亲的名字 他曾在一份英国国家报纸上写过一篇名为哈利波特出轨论的文章 探讨了哈利波特是否可能是同性恋的话题 但最终他决定不在小说中探讨这个问题 罗林曾在小说中创造了一个魔法学校叫做布洛姆斯伯利 他被描述成一所精英学校 但实际上这个名字是罗林母亲的少女时代在苏格兰处的小镇 在哈利波特的世界中 马瓜即没有魔法能力的人无法看到霍格沃茨 这是因为霍格沃茨被保护了 但如果你使用谷歌地图 在苏格兰的黑岛上仍然可以看到一座卫星图片上 与霍格沃茨枯似的建筑 他曾在一份慈善拍卖中卖掉了一张纸条 上面写着布洛姆尼赫茨属于JK罗林 费奥多尔多斯托耶夫斯基的小说 最语法对哈利波特小说的影响很大 罗林承认了这一点 并表示最语法是他最喜欢的小说之一 他曾表示自己最喜欢的角色是灯波利多 尤其是由理查德哈里斯 热州特埃里斯扮演的灯波利多 在哈利波特小说中 有一个地方叫做格德里克斯小楼 它是哈利的父母目的所在地 这个地方的名字来源于四位创始人之一 格里菲多哥德里克 从一开始 JK罗林就是想出了哈利波特系列的结局 他在写第一本书的时候就知道最终结局是什么 虽然在写作过程中发生了一些变化 但基本框架并没有改变 在罗林创造哈利波特的时候 他身处在贫穷中 而且几乎没有什么资金来打印书稿 他曾经把手稿带到了多家出版社 但都被拒绝了 直到一家小型出版社接受了他的作品 并为之复印 罗林在写作哈利波特的时候 喜欢到咖啡馆写作 在书中 他也常常描述哈利等人到霍格沃茨城堡的咖啡厅小桌 罗林的一个小技巧是 他把人物的姓名都有意安排得很妙 比如哈利的名字是哈利波特 哈利波特 而波特的英文单词巴特意思是逃功或者逃将 这种涉及到手工艺人的异象 与哈利的魔杖有着明显的关联 在哈利波特的世界里 人们喜欢使用魔法杖来施展魔法 不过也有一些人使用手势施法 在罗林的笔下 魔法的手势和字迷非常复杂 需要仔细品味和记忆 从而让读者更深入地了解魔法文化 哈利波特系列的第二本书 《哈利波特与密室》中 哈利能够听懂蛇的语言 而这一点在后来的情节中 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罗林在写这本书之前 曾经看过一本关于蛇的书籍 从中得到了灵感 《哈利波特与火焰杯》中的 三宝拉费尔特德拉格 是一个美丽和强大的女巫 她的名字意思是 《花的芬芳》或者《美丽的花朵》 该开 罗林曾在她的一本书中 泄露了《哈利波特》系列的结局 在她的小说 《扫开这个维克兹》中 一个角色正在阅读一本书 书中的一行文字 似乎是指向了《哈利波特》系列的结局 总而言之 魔法师们仍在为解决 那个噩梦般的问题 而奋斗着那个 只有不到百分之一的人 理解的问题 在《哈利波特》电影中 许多角色扮演者实际上不是英国人 例如 饰演《贝拉特里克斯莱斯特兰奇》的 《海伦娜·伯汉·卡特》 实际上是来自洛杉矶的美国人 在《哈利波特》的最后一本书中 《魔法部长》的名字叫 《草鲁·福斯斯科林奇·《《乌尔斯·克林奇》》 《《乌尔斯·克林奇·《乌尔斯·克林奇·》 《乌尔斯·史瑛·莫尔》 这个名字实际上来源于一位 英国演员 他曾在哈利波特系列的电影中扮演角色 但在第五部电影后去世了 美国歌手泰勒斯维夫特 曾在一次采访中透露 他为了让自己更容易地进入创作状态 经常会将哈利波特电影中的配乐播放在他的工作室中 有一段时间 哈利波特系列被认为是对基督教信仰的威胁 因为书中包含着许多关于魔法和物识的内容 甚至有一些学校禁止学生阅读哈利波特系列 哈利波特允计是这本书中的一个谜题 曾经让全球读者初步及防 当哈利和罗恩在寻找钥匙的时候 他们需要解决一个谜题 这个谜题的答案是 如果你将这个字符传道过来 你会得到这句话的真正含义 这首内就会想比我展示的不是你的脸 而是你内心的愿望 但最终决定使用哈利的名字作为书名 虽然福地摩一直以不可名装的恶魔而文明 但他的真实姓名是唐姆马沙德里德尔 唐姆河哥尔里德尔 在法语中 里德尔里德尔的发言与恶魔代表的发音类似 因此名称的变化可以被认为是对语言和文化之间的巧妙调整 在所有哈利波特电影中 唯一一个真正具有模仿能力的演员是 罗文贼罗斯他扮演了弗拉德里克维斯莱 中了园队的兄弟乔治 周恩贼瑞 同时还出演了福尔德莫特 塞里亚首席瑞和古里白盖伊 格里普奥克等角色 在哈利波特与凤凰会的密室中 哈利可以在一张漫画海报上看到一个被称为TW 这是对TW的社交媒体的一个伏笔 因为该社交媒体在书写过程中还没有被创立 CK 罗林一开始打算让哈利波特成为22岁的大学生 但后来他决定将哈利的年龄定为11岁 也更好地吸引年轻读者 罗安爹老鼠 乔波其实是一只变形怪 本来是魔法师彼得佩的奎斯 是詹姆和莉莉波特的好友 也是詹姆和莉莉被杀的那晚 旁边并出卖了他们 电影班的奎迪奇 迪速冬的奎迪奇 更具戏剧性 例如 在电影哈利波特与魔法师中 格兰芬多被詹莱特林的比赛在小雪的情况下进行 这在原著小说中并没有出现 费德里克维斯利和安吉利娜与汉逊 在小说中只是提到过一两次 但在电影版中 他们的角色被扩大了 小说中有一些细节是在后来的书中才得以解释的 例如 斯内普为什么对哈利有如此大的偏见 哈利波特与密室的电影版中 弗雷德和乔治的演员是亲兄弟 这增强了电影中兄弟之间的情感 在小说中 哈利的魔杖的核心是凤凰的羽毛 这是因为凤凰是代表着重生和复兴的象征 而这恰恰是哈利的命运 小说中 934站台实际上是基于真实的火车站 它是伦敦国王十字车站的一个隐蔽站台 主要用于将英国国王和皇室成员安全地转移至其他地方 哈利波特与阿兹卡班的囚徒中 限制林恩·克劳奇的角色在电影版中被删除了 但是在小说中 他对整个故事的走向有着重要的影响 在小说的最后一本书中 鲁纳洛夫古德和拉维尼布朗都成了奎迪奇运动员 分别代表拉文克劳和格兰分多参加奎迪奇比赛 在书中 JK·罗琳曾用《Chemper of Seekh》秘密的密集一词 来暗示后来的第二部书 不过 这个词在第一部书的前几页中也出现过 在哈利波特的第一本书中 他就给哈利一封信 新的新封地址写成了Supervertile 微调背影 自已 但这个地址实际上不存在 JK·罗琳在写这个地址时 是根据他自己曾经住过的地方的有编构造的 著名的学院派表演演员 阿伦瑞克曼在饰演斯内普教授时 成像JK·罗琳询问斯内普教授在第七本书中的结局 罗琳当时向他透露了斯内普的最终命运 但要求他在拍摄过程中不要泄露出去 在哈利波特和魔法师的电影中 有一幕是哈利和何敏在图书馆中 寻找尼古拉斯弗拉梅尔的资料 在这萤幕中 可以看到一只猫在书架中间走过 这只猫实际上是电影制片人的宠物猫 它在拍摄过程中不小心闯入了镜头 JK·罗琳最初是在爱丁堡一家咖啡馆里 完成哈利波特的第一本书的 当时她是一个单亲妈妈 经常把婴儿推到咖啡馆里 利用自己的空闲时间写作 在哈利波特电影中 霍格沃茨的外景是在英格兰的牛津大学拍摄的 而内景则是在伦敦的华纳兄弟电影工作室里拍摄的 哈利波特的第一本书在美国市场上出版时 标题被改成了《Hellipopter and the Philosophers on Harry Potter 》与魔法词 而原来的英国版标题是《Hellipopter and the Philosophers on Harry Potter 》与魔法哲学诗 这是因为出版商认为美国的读者 对哲学诗语词可能不太感兴趣 《Hellipopter》系列是史上最畅销的书之一 全球总销量超过五一册 被翻译成八十多种语言 JK,柏林曾是一位失业的单亲妈妈 她在伦敦咖啡馆里写作《Hellipopter》 女演员埃马·沃特森 跟马尔森在剧组的时间里读了《Hellipopter》系列的每一本书 以便更好地理解和扮演角色 女演员海里乔·奥斯蒙德 被利斯哈印尔森曾经试图得到《科迷格拦截》的角色 但最终是埃马·沃特森得到了这个角色 JK,柏林曾在《Hellipopter and the Philosophers on Harry Potter 》 一本写给孩子的书中写道 他是通过将他父亲的名字汉服来到过来 来命名霍格沃尔森学校的 而霍格沃尔森学校则是在他父亲逝世之后创造的 JK,柏林曾吊示 奎迪奇运动员奥利福武德是他最喜欢的角色之一 他甚至为他创造了一个全面的人物档案 电影中的奎迪奇运动其实是有一位专门的奎迪奇指导 负责设计和教授的 他的名字是《阿拉夫多特》电影《角色同名》 JK,柏林曾在一次采访中透露 他本来想让奎迪奇运动员弗雷德维斯来死亡 但最终选择了他的哥哥乔治 电影中的霍格沃尔森大厅是在英国牛津大学的基础上设计的 而电影中的霍格沃尔森城堡则是由多个真实城堡的元素拼凑而成的 在《哈利波特》的故事中 有许多名字都是有意而为之的 例如 卫斯莱一位代表魔法杖制造者的职业 而德斯里的随者是JK,柏林以前的邻居的姓氏 被他认为是一个适合邪恶角色的名字 1-2-3-8-4-10